面条不用再去买啦 教你不和面不擀面自制面条 比面馆卖38的还要香 麻烦请点亮旁边的小红心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 三个新鲜的公鸡蛋刻入碗中 加入一勺盐 入底会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再加入三小勺的面粉 大概100克左右用筷子搅匀 刚开始有面疙瘩是正常的多搅一会儿 搅到面糊顺滑无颗粒 用筷子调起 是呈现缓慢流动的状态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洗面10分钟 这个时间准备两个小番茄对半切开 切去地步再切成番茄小块 切好中叠备用 两颗小葱对半切开 然后再切成葱花中叠备用 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青菜中叠备用 起锅热油 把葱花倒进去炒出葱香味 然后把番茄块倒进去 加一点盐更容易炒软 小火炒上三五分钟 炒到像这样出沙 然后倒入多一点的开水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准备一个裱花袋套在杯子里 没有了可以用保鲜袋 把面糊装进去 把袋子提起来 袋口收紧 用剪刀在裱花嘴这里剪一个小口 让面糊能顺利的流出 煮回番茄汤也已经煮开了 转小火 拿着裱花袋转圈把面糊挤入锅中 挤的时候稍微慢一些转圈挤 面条成型不会堆积在一起 也不会发生粘连 面糊全部下锅 转大火 用铲子翻动翻动 这样受热均匀 煮上两分钟 面条定型就用剪刀稍微的剪短 方便食用 把面条煮至浮起就差不多了 可以放一点鸡精 胡椒粉来调味 最后把菠菜倒进去煮至断生 出锅前淋入香油 这碗热气腾腾的 芝芝鸡蛋面条就煮好了 面条吃起来滑溜劲道 汤鲜味美 特别的开胃哦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